如果你渴望的话 今天这期视频会对你很有帮助 因为今天这期视频是 可爱零食测评 冻干水蜜桃 它这一包里面量好少 只有14克 它有好多粉末 它这个水蜜桃干给我一种 我从千年古墓里面倒出来的感觉 给各位进去看一下 它的颜色还是蛮梦幻的 它摸起来的质感呢 有点像是粉笔的质感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不要浪费 我觉得这个水蜜桃冻干的颜色 还是蛮高级的 有一种没那么害羞的猴子屁股的感觉 吃起来是真的 水蜜桃的果味还蛮重的 我该怎么评价这个呢 确实吃起来很有水蜜桃的味道 但是也仅限于此 白我以为它的味道会很浓缩 它的那个水蜜桃的味道 我一次进去会炸开 但是没有 就吃起来感觉像是 你10天没有喝水了 然后你吃了一个没有什么水分的水蜜桃的那种感觉 冻干红枣 也是这种非常干燥的质地 一点水分都没有 哎这个真的还蛮好吃的耶 这个冻干红枣绝对比你想象中的要脆 它的脆差不多是到粉碎性骨折那种脆 而且这个红枣的味道被它弄得特别的浓烈 特别的浓缩 它这个会比你直接吃红枣要甜很多 但是又不会特别的甜 不会甜到腻的那种 它的甜是比较魂舞有力的甜 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甜 就甜的很大方 小萝卜泡菜真的还蛮可爱的耶 就长得白白胖胖的 就很有路人员的感觉 它有点太可爱了 我有点太舍得吃 好好吃啊 它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吃很多耶 它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带着一点萝卜的味道 但是它没有我想象中的脆 它反而是比较吸汁 就是一咬下去汁水会迸发出来 这样子看它真的很鲜活 很像一个小精灵 像一个有生命的小动物一样 这个吃起来真的比那种老萝卜泡出来的泡菜 水分要多的多 就非常地有水分 相当于十几个幼儿园的小屁孩 疯狂的玩起嘴巴里面尿尿一样 当然这里极其不推荐大家去吃什么 通知尿鸡蛋啊之类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科学余计的 是没有什么科学余计的 这个糖超级厉害 据说就是整个韩国的娱乐圈都吃过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这个糖 哇真的很贵 我加上运费总共花了42块钱 就这一包糖 我靠吓死我了 我的42块钱差点掉了 它就是这么一大坨 诶诶诶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去银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它是超级馋的一整条 我试一下它 这在我小学门口 这个就卖个毛钱 这在我小学门口这个就卖个毛钱 这在我小学校里面 那在我小学校里面 要班主席 就这样 我自己也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